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 关于这个事物成功率的统计和检查点两个结合起来运用 能够成功的统计这个事物的成功率的话 我们必须要依赖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检查点 两者必须检查点单独使用也没有什么意义 事物的这个单独使用而不统计它的成功率呢 除了能够获取到响应时间 其实呢,它也是这个不完善的 因为你如果这个成功率本身就没有成功 但是你把响应时间统计出来了 这个对性能测试的结果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两者一定结合起来用 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呢,通过检查点统计事物的成功率 那首先当然我们要先解决的是 事物我们已经上节课已经给大家说过了怎么一回事 那现在呢,先把检查点的一个基本用法先来看一遍 在rollrunner当中呢,我们使用检查点 这样啊,我们去新建一个X形 就叫X形 Chickpoint 建好这个X形以后呢,我们把前边 比方说我们就来统计登录的这个请求的它的检查点吧 它的一个 登录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看我们手工检查和rollrunner自动帮我们检查 它们有时间有什么差别 这边新建的X形啊 确定这次只运行这一个新建的X形 其他的呢,即使把它删掉 脚本直接拷贝过来了 那,同样可以正常运行 那么拷贝完了以后呢 事物已经定义在这儿了 但是这个 登录请求到底成功还是失败 比方说现在就让它全部都失败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使用LR auto的方式 它能不能判断出来 这个事物全部都是失败的 咱们来打开Ctrl2运行 好,切到Basic Schedule 咱们就运行一分钟吧 运行 这边啊 运行的结果当中 有个Pas的Transaction 有个Fill的Transaction 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个事物成功的多少 失败的多少 成功的和失败的总和 就是我们事物的总数 然后呢 Pas的除以这个事物的总数 就是成功率 Fill的除以事物的总数 就是失败率 我们看到这个事物全都是成功的 成功率就是100% 没有失败的 相对于 它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通过它自动判断的方式 我们发现我们的登录的功能 都是成功的 是这样吧 但是我们登录的密码 本身就是不对的 所有的登录都没有成功 但它在这儿看到的 却是所有的登录事物都是成功的 这就有点这个冲突了 这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 它是用自动的方式来判断的 这个结果是很不准确的 为什么 我们要讲一下 LR auto的这种自动判断方式呢 它是通过 对响应的状态码 进行判断的 那么 4xx和5xx 它就认为这个事物失败了 其他的1xx2xx3xx 它都认为这个事物是成功的 它只是通过状态码 作为一个唯一判断事物失败的标准 而我们讲很多时候 我们要去判断是 一定要深入到业务逻辑层面 深入到这个系统的业务逻辑 来确定它是成功还是失败 Lowrunners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这是因为它自动的 它怎么知道 我们的业务逻辑是什么 它作为一个通用的工具是不知道的 它只能通过响应的状态码 看这个响应本身有没有问题 而在这边 比方说我们这边 即使登录失败了 它的响应的状态码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多少 打开hpwatch 就可以监控到它的状态码了 我们输入一个liuser1密码 就随便输入一个完全不正确的一个密码 登录 毫无疑问登录是失败的 但我们看看这个Pose请求 对应的响应的状态码 还是200成功的一个状态码 为什么 因为这个虽然是报错了 但是这个页面本身是正常的一个页面 只不过是在正常的一个页面 不存在说服务器错错错了 或者是你是找不到页面 页面本身是一个正常的200状态码的页面 只不过在页面里边呢 报了一个业务逻辑上的一个处理错误 告诉我们密码错了 但这个错误消息呢 它所说页面是正常的 所以lowrunner如果通过 单纯通过这个状态码来看 这些页面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码呀 都正常的 我们所以要去检查它是否成功 其实关键要去看 它这个页面里边这个内容本身 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那这就需要我们使用检查点来检查 这就是检查点它的一个价值 那怎么来使用这个检查点呢 当然检查点放在事物的前面 后边都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放在事物的前面吧 因为事物中间 只统计的响应时间 就会更精确一点 在前边我们放事物的检查点 检查点使用的函数是web.rig.fund 前面给他讲观念的时候给他讲过 但凡这个函数带有 reg.rig的这个函数一定要放在 他的被查找响应的这个前面 我们的检查点的原理呢 也是啊 给大家写一下 web.rig.fund是我们检查点的函数 他的原理呢是从响应当中 查找特定内容或者说特定标识 来决定 这个请求是否成功提交 那也或者说呢 这个是我是否执行成功 那么通过web.rig.fund这个函数 我们去响应当中去找一个段特定的内容 找到了就认为他成功或者失败 找不到呢就认为他成功失败 这个看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现在找登录这个 我如果找到密码找密码错误 找你还可以尝试或者说找返回 继续操作这几个标识都标明登录是失败了 登录成功了以后 他的标识是什么呢 登录成功了以后 他会自动跳转到首页 密码输入错误 RU的实意 登录成功了以后 他跳转到首页 在首页上 这个时候我们在首页上肯定找不到说返回继续操作 或者密码错误这种关键字了 那我们能找到的是就是有退出的这个按钮证明登录成功了才有退出的超连接 我们找到登录的这个用户名存在在这个页面上证明了登录也是成功了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查找页面特定内容的方式来决定 其实就跟我们做测试一样 我们要去看这个登录有没有成功 看的不就是这些标志吗 你不可能去看这个啊 有个首页超连接就认为他成功了 因为登录失败的成功与否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看的一定是他检查的一定是他特定的这个标志 那么我们呢 通过肉眼手工去做测试的时候是这么检查的 那现在用WebRigFinder自动的来检查 他也是检查这些标志性的东西 我们做自动化的功能测试 检查的也是这些标志性的东西啊 都是一个道理 我就不再啰嗦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怎么使用这个函数 然后去找什么东西来决定他成功与否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直接在insert菜单底下 new step插入WebRigFinder 它也是在service底下啊 WebRigFinder这个函数 检查点的函数 打开 好 这边我们就是要直接输入我们搜索的文本 大家注意看这边也有跟观念一样的通配服的一个匹配 收索什么关键字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来做登录的操作的话呢 我就直接来搜索 有没有退出的这一个关键字 空格先删掉 找退出 好 这边有个471跟观念一样 是在正文找还是在头里边找 默认保持所有找 没有关系 这边有个save count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字 那么我们呢 要保存一个找到了这个关键字几次的这么一个数量 把它保存到一个参数当中 我们这个参数叫loving count 跟我们做关联一样 关联出来的内容 我们得保存到参数里边才能够获取它的值做判断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去查找内容 找到了以后 但是它不是说我们找这个内容 它直接告诉我们找到还是没找到 它呢会有一种更灵活的方式 告诉我们找到了多少次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次数来判断成功与否 能够达到更精确的判断 好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保存把这个save count 就这个找到的这个次数 保存在login count这个参数里边 好 还有一个选项 fail if 如果没找到这是怎么办 是找到的时候报错 还是没找到的时候报错 通常啊 这边我们如果不需要暂时 先不用去管它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好 这样我们就相对于从这个响应当中去查找 关键词退出 找到几次来决定 它是已经登录成功的 那么这个时候既然参数保存了 那我们在这个响应的后边我们就可以了 来输出一下啊 看看这个参数 一分十准 login count 取参数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啊 能找到多少次 找到了零次 因为这边没有登录成功 正常的 那登录成功了以后我们来看能找到几次 一次 哎呀我们看到了通过这个退出的这个关键字完全可以判断登录成功与否 这就不是自动的有通过状态码来判断 而是呢跟业务相关的判断啊 这就是很准确的 因为我们测试就是来这么判断的 好这边呢顺便题外话给他补充一个点 就是我们查找的由于这个是一个中文 而我们的系统呢是UTF-8编码的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我们的runtime setting里面preference 底下这个Option里边我们转换UTF-8的这个一定要选成1 如果这边选成low选成0 这个时候这个中相对于他就拿这个响应当中响应的是UTF-8的编码 这边呢查找的是中文 GB的编码这两个是对比商号 这个时候即使登录是成功的 我们找到的也应该是零次 因为他的编码格式不一样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找到一个叫退出的 因为退出已经变成了UTF-8编码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选项要把它勾选上 这样呢 两者的编码格式才能相一致 才有可比性 比较出来的才是准确的 好 一次就是如果找这个退出这个关键词 找到一次就表明登录成功 找到零次就表明登录失败 如果我们找的不是退出 我们找的是密码出错 密码错误 我们刚才登录失败了 不是有密码错误这个关键字吗 好密码错误 如果我们找的是密码错误这个关键字 那么就意味着找到一次就表明登录失败 找到零次就表明登录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判断的依据完全取决于我们找的关键字是什么 这个大家不要搞混了 也不要把这个搞反了 你看我们找错误 这个登录失败了 密码错误会出现两次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两次的话 登录就是失败的 就看我们找什么关键字 好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关键字来查证好了 那么登录失败 那或者说呢 我们就以这个还是以原始的退出吧 退出 那么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判断这个获取到的这个数据 它是什么情况下是成功什么情况下是失败的 if 这个值 等于1的情况下 那是不是意味着呢就是成功的 我们就输出一个失误成功的这么一个消息 else 那么就输出一个失误失败 失败了的话 我们除了用LR output message来输出一个普通的消息 我们可以还用LR error message 直接输出一个错误消息 那这边登录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 就可以直接获取到一个结果的状态了 好 我们看到这边又出错了 双击一下看错误消息是什么 说这一行出错了 那么具体看看这一行什么错误 operance of 这个判断符号啊 有一个非法的类型 point to char and int point to char 就我们讲的 字符指针 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符串 等号 这个判断符号呢 有一个 它在判断一边是整形 一边是字符串 所以它没有办法判断 什么原因 这边是整形 这边li evil string是不是获取到的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字符串呢 转换成一个整数 C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叫a to i 就array to integer 字符数组 转换成整形 字符数组呢 就是一个字符串了 其实就是把一个字符串转换成整形 a to i这个函数 把那个字符串呢 包含在那边 它就会转换成整形 这样呢 就解决了这个类型不匹配的问题 它们才有可比性了 现在 因为两边是整数才有可比性 好 我们看到没有语法错误了 告诉我们登录失败 这边密码 好 我们改成正确的密码来看看 它获取到的是不是登录成功的信息 没有问题 登录成功 好 所以呢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这个检查点 检查点的用法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就是一个检查点 使用web rig find 去查找某一个关键字在响应当中出现的次数 我们呢 再根据次数来判断成功还是失败 那接下来怎么跟失误很好的结合呢 我们这边有个失误的结束状态 out 我先把它注视掉 那我们现在失误的结束状态应该是 怎么结束呢 那我们就应该是包含在这个 咱们的这个判断里边 如果这个登录成功的时候 我们呢 使用 失误结束的状态 login 用什么呢 不用l out了 直接告诉他 明确的告诉他 l pass 这个失误是成功的 那否则的里边呢 也同样的方式 咱们直接l end transaction login这个失误 明确的告知 它是属于fail的状态 注意啊 在lulon2的这个view镜里边 所有蓝色高亮显示的 都是它的关键字和长量 这是关键字 这是长量 这全程大写的全是长量 这些都是长量 l pass也是一个长量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这个 按f1打开对应的这个长量的一个解释 就这个 就这个 lr pass 不是lr pass 这个我们要看到是这个 函数 这个函数结束状态里边会对lr pass fail有一个解释 直接按f1啊 就都可以打开这个帮助了 好 在这里边呢 有个transaction status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解释 lr pass 这边都是一些长量 在c语言当中是以这个 在面向对象的这个语言当中 比方说我们是使用java user来开发新论制销本 它的调用的状态就lr.pass 这是一个长量 这边我们就通过检查点明确告知事物的结束 成功与结束的状态 好 这样 咱们就相当于把检查点和事物状态很好的结合了 结合其实也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通过判断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不要使用它的自动判断的方式 这样我们这个脚本啊 就算是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进到controller里边来看看啊 我们现在把所有把密码还是给它改错 看看它还不是 还是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成功的 我们看到有可能所有的事物全都是失败了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 就是我们希望的 打开controller 因为本身密码就是错误的 当然希望它所有的事物都是登录失败的状态 结束 运行 咱们就不要运行一分钟了 三四秒就够了 好 我们来看看关注一下这边事物的状态 出错了 错误肯定是出了 没有问题 好 事物 因为出错啊 这个是全部错了 还没根本没有运行到事物那儿去呢 已经报错了 所以这边啊 这边还少一个大过号 这边我们先把这个出出错误消息的注释 因为一旦它发现错误它会停止运行啊 我们只是那简单的对状态进行一个判断 那只简单的判断一下状态 就不要输出这个错误消息了 因为本身所有的登录都失败的 而且这样咱们再做一个改变 我们把这个参数啊 参数里边呢 我们把密码也用起来 前面一些用户密码呢 我们专门拿几个用户把它改错 这样看到的才是更真实的一种情况 我们就改这边十个用户 我们改两个用户错误 那基本上呢 它的成功率应该是接近80% 而要看运行了多少次而已啊 看每一个 它不可能完全的就是按照我们运行 如果我们运行三四秒钟 它也可能运行了100次成功的密码 运行了19次十个错误的密码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成功率在80%左右 这是我们希望的 改了两个错误的密码 那这边呢 咱们也不要写死啊 全部出错 然后呢 用密码这个参数代替 这样呢 就可以啊 有成功有失败了 那这是更符合常理的一种情况 咱们呢 重新打开Ctrl来运行 运行三十秒 开始运行 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这边应该不会有error出现了 看看 事物的一个状态 好 它现在正在运行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成功的失误 失败的失误目前还是零啊 我们得关注一下什么原因 失败的失误还是零 好 来看一看啊 我们的用户名密码是没有问题的 参数的取值 密码这个取的是password 这边没有改对啊 我们刚才改的是username这边的 不是没有改对 是改了以后没保存啊 所以难怪它全部都是出错 改完了以后 这边注意一下啊 这lowrunner设计上的一个小问题 点这个 X关闭了 它是不保存的 必须要点这个close 它才会把这个值给保存下来 我们刚才是 应该是直接点的X 所以它根本没保存 好 点close 再打开确认一下 值的确被保存了 没有问题 重新来过了 只有 三四秒钟 这个时候咱们来看看事物的一个情况啊 就大概其实整个检查点的知识呢也不复杂 事物的功能呢也很简单啊 我们这个呢其实演示完了 基本上我们对这两个知识点呢也就掌握的很很透彻了 好 这么个现在看到出错了 这是我们期望的新结果 那么看看这个比例应该差不多就是成功率在80%左右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看到一共成功了188次失败了40次 那么188除以228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事物的成功率 40除以228就是我们事物的失败率 那这样呢是从功能层面我们理解了这两个点 那么 在这边啊 关于这个检查点和事物成功率的一个 两者之间的一个结合 咱们呢 应该说啊 整个演示过程应该也是很很清楚的 只不过呢 就是说我们真28紧在运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到底这个事物的成功率是多少 这个系统才算是稳定的 目前来说啊 我们其实通常大家可能会去看到有一些系统网站宣称 我们 但是没有人可能会宣称百分之百都是稳定的 我们宣称我们的系统 百分之九点九九的情况都是稳定的 都不会出问题 那么呢 我们说通常来说最起码你一个系统要能够增长运行的一个商业系统 你要保持稳定最起码应该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事物的成功率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已经算是问题很大了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百分之一百 那么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确保是百分之一百的稳定 因为在很多时候啊 咱们如果只是说单纯去测功了 你会发现可能都很正常 但是一旦并发用多了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这边啊 当然这边注意一下我们这边呢 是手工的人为的改错密码让它报错 但真实的情况我们肯定不可能去改错密码 肯定都是正常的情况 我们要看就是系统当超负荷或者多用户运这个运行的时候 它有没有出现比如说网络堵塞超时啊等等这种情况 它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者说呢这个连接阻塞 或者说连接数量过多啊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去看这种情况下 系统它有没有表现出来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异常的反应 而不是故意去让系统出错 这个没有意义了 这是一点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我们调试的时候学知识的时候 这个只是要用来做实验用的 真实的情况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默认都是系统都是百分之百正常处理的 那么但是我们通过检查点的方式来看 它真的有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捕获到 便于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是一个啊特别再提醒一下大家的地方 好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对于这个检查点啊和事物状态的一个结合的讲解呢 就讲到这儿了